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四位嘉宾 现在控制血压控制得如何呢 我这血压现在目前维持得还不错 就是换季的时候 这血压不太稳定 我也是换季的时候 血压有点偏高 卖压差比较大 可见我们嘉宾 平日里还是比较关注自己的血压的 但是我们平常管理血压的方法是否合适呢 在这个系列节目当中 我们就将要根据我们四位嘉宾 实际的生活经验来考验一下了 大家看现在我们都处在原点上 待一会儿我会问几个 关于控制血压的二选一的问题 如果您回答对了 就会往前进一步 可是如果您回答错的话呢 就会后退一步 如果后退的这个步数比较多的话呢 也就提示您 可能您平常控压的方法不太合适 高血压所引发的各种各样的风险 也相对较高 那我们的观众朋友呢 也可以跟我们同步来答题 也同时判断一下 您平常控制血压的方法是否合适 那我们今天呢 也请到了非常权威的专业评判 让我们欢迎来自于 北京医院的赵颖主任医师 欢迎赵主任 您好 赵主任欢迎您 赵主任那您说 日常我们关注血压 对我们未来的健康 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意义呢 是这样 高血压呢 是目前我国发病人口最多的 一个慢性心血管疾病 那么高血压这个 病在它的整个的过程中 它会潜移默化地 对我们的心脏 肾脏和大脑 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所谓的不可逆 就是当你发现 比如说有尿蛋白了 有心脏的肥大了 你想用药 给它逆转回来的时候 几乎成为不可能 在这儿呢 我有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 应该说教训也是很惨痛 就是我们一个护士的爱人 我们在工作中碰到 她跟我说 赵云 我老公这两天血压有点高 哪天你帮我看一看 我说没问题啊 随时来 结果就在某一天 我在电梯里 看见她推着一个轮椅 上面推着一个患者 我说你干嘛去啊 结果这就是她爱人 因为脑梗造成了偏瘫 当时只有47岁 所以高血压的早期管理 管理的是不是好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没错 我们总的目标和医生是一致的 就是管控好血压 避免各种各样的危险发生 那大家平常管理血压的方法 做得究竟如何呢 我们是否有患上高血压 所引发的一系列的风险呢 来 我们看 有关于管控血压的 第一个二选一问题 您平常啊 早餐是喜欢吃 馒头就小咸菜酱豆腐 还是喜欢吃 主食就着凉拌小菜 请在题板上 写出你们的选择 来 请量题板 大家选择的都是 酱豆腐或者是小咸菜 我是这个早餐 就这个小咸菜酱豆腐 这是老北京啊 基本上大部分都这么吃 你想 尤其是我们小时候 那时候北京的这个 不是说北京啊 就全国的食物都不分 很丰富 就靠这个盐 能够提点咸味 能吃得下去 我就记着我小的时候 哎呦 尤其是那热馒头 一出锅 掰开了 加块姜豆腐 吃起来 现在想起来都特别美 这是我们常吃的 连老师您一顿能吃多少块酱豆腐 一般的情况下啊 一个馒头加一块酱豆腐 因为在早餐我吃的比较多 你还吃两个馒头再喝碗粥 所以基本上两块 馒头 小咸菜 因为什么呢 我这个吃习惯了 这几十年 可以说这一辈子了吧 您一顿能吃多少小咸菜啊 吃不了多少 那个小碟的 我顶对就吃半碟 或者三分之一 我是酱豆腐必须的 可能有的家庭是那种小罐的 我们家买大坛的 基本上一个月 一个半月就能吃一坛 好 那看来北方的朋友呢 日常啊 在早餐的时候呢 是很喜欢吃主食 就酱豆腐 或者是小咸菜 这是我们四位嘉宾的选择 但这个吃法 是否有利于我们控制血压呢 对于这个选择 有信心吗 有信心 我们四位携手前进一格 好 大家能否一同往前迈进一步呢 我们来看正确答案 对不起 大家都选择错误了 正确答案是 凉拌小菜 全军覆没 这还真没想到 谁早上起来还办这个 怪麻烦的 真是的 看来大家呢 这狠心不甘 情不愿的 放弃酱豆腐和小咸菜 是的 那咱们就得听听 赵主任给我们介绍了 酱豆腐和小咸菜 对于管控血压 有什么样的问题 刚才嘉宾其实在描述 这个酱豆腐有多好吃 实际上我们都知道 小咸菜和酱豆腐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对你味蕾的冲击 感觉到它的咸还鲜 不然那个白馒头啊 白粥啊 几乎吃不下去 那我想告诉大家 咱们中国膳食指南 和高血压防治指南 都给我们有明确的建议 每日盐摄入量在5克 5克为什么说是5克 因为我们知道 5克盐里头 会含有2000毫克的钠 3000毫克的氯 刚好满足我们人体 一天的需要量 那在这儿 我就想告诉大家一下 咱们吃了这么多年的 酱豆腐和小咸菜 它到底含有多少盐 一块10克左右的酱豆腐 含有一克盐 如果连老师一早上 就吃了两块 两克盐进去了 早餐 刚才那个大爷讲 他喜欢吃小咸菜 那么这个八宝菜 是100克的八宝菜 大概二两 含有4.24克的盐 所以这个含盐量 还是非常的高 那看来我们都吃盐 吃超标了 但是今天呢 我们是想跟大家 突出一个常识 就是长期盐摄入过多 是高血压的危险因素之一 如果您没有高血压 很可能吃了过咸 会导致高血压 如果是已经确诊了 高血压的患者 如果盐不管控 可能对血压的控制 是有一定的难度 我估计啊 可能很多人得高血压多年 但是还没有搞清楚 一个问题啊 这个盐吃得多了 我们会觉得口感很好啊 但为什么就会引起 血压的波动 我们可以结合道具 帮助大家来理解 赵主任为我们准备了盐 新鲜的黄瓜 还有这盘酱黄瓜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赵主任 我想跟大家说的 这个酱黄瓜 实际上是从 这个新鲜的黄瓜 腌制的 那么在整个的腌制过程中呢 肯定盐是必不可少的啊 大家可能都有做 饺子馅儿 包子馅儿的经验 就是针对 比如说我们剁碎的白菜啊 西葫芦啊 我们会撒一点盐 这个时候就会出大量的水 然后我们把水挤出去 再做馅儿 那大家有没有想过 这个水是从哪来的 从菜里来的呀 对 跟盐是有直接的关系 那么我这儿拿着两个气球 来跟大家模拟一下 我们的血管 这个是一个非常正常的 粗细的血管 弹性也都非常的好啊 当你摄入过多的盐以后 绿化钠的有一个本事 就是它都把过多的水分 拉到血管当中 所以 盐摄入过多 导致高血压的原因 就是会导致钠水储流 增加血容量 这个呢 就是我们吃了过多盐以后的 一个血管 里面的水 要比没有吃盐的时候 多很多 我们比较一下 粗了很多 那么这个时候 我手感觉到 这个血管的张力就非常大 这个张力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 如果在外力的作用下 它很可能就容易引爆了 对 摸起来正常的血管呢 软软的弹性很好 但这个也就是血压控制不好的 模拟血管摸起来 有一点硬 就不太敢捏 一下子有可能就被捏爆了 对 这个的激励 就是当我们摄入过多的盐以后 血液里的盐 会把过多的水分 都拉到血管当中 无形中 让这个血管内 会造成了血容量的增加 血容量增加以后 就会导致血压的增高 这个就是盐摄入过多 导致高血压的一个激励 在进一步发展 血压过高的话 就有可能会引起 一系列的身体重要脏气的威胁 是的 所以问题就来了 看完之后 大家有什么样的感触啊 有点紧张 看完以后的姜 那我必须减量 刚才有没有听 赵总人给我们算那笔账 一块酱豆腐含有一克盐 然后吃了两块酱豆腐 一顿早饭 咱们就已经吃了两克盐了 是 对 刚才根据主任这么说 我们这个盐的摄取量 肯定非常高了 因为什么呢 本身北方人口重 你看早上起来两克了 而且尤其是炖肉的时候 都要口重一点 吃着才香 是的 所以这一天下来 我估计得超不少 但是刚才我们几位北方人 也说了 这平常都已经养成习惯了 吃了一小半辈子了 现在让我们改 似乎有点难 其实我们大家在日常生活中 要有这个意识 就是我们要积极地想办法 来减少盐的摄入 比如说您原来一个馒头 需要抹一块酱豆腐 那能不能抹半块 或者抹三分之一 从不吃可能很难一下子做到 但能不能少吃 为什么推荐大家吃自制凉拌小菜 可能早上是麻烦点 但是一些小菜 比如说豆腐丝 黄豆芽 其实你晚上办好了 零睡前办好了 给它放在冰箱里 第二天早上也是可以的 那在拌菜的过程中 实际上含颜量 我们自己是完全可以掌握的 一点点 甚至是加点醋 加点香油 这个味道也有 就记住一点 一定是少吃盐 听赵主任这么一说 我们这得必须改 还不是想改不想改的问题 必须得改 这不是愿意不愿意的事 这是必须做 好 那咱们来看看 通过第一个问题 我们各位的成绩如何呢 咱们都往后退了一次 所以下一个问题 咱们再接再厉 我们请大家一同来看第二个 有关于控压的二选一问题 平常您是喜欢吃方便面 还是喜欢吃煮挂面 请在题板上写出你们的选择 来 请量题板 方阿姨和连续选择的是 方便面 那连老师和任大爷 选择的是挂面 我爱吃挂面 一般的是为了省事嘛 煮人挂面 我俩鸡蛋再打点西红柿切两个 我觉得这样吃呢比较健康 有汤还有稀的干的 就这翻成一碗就全齐了 我一般我是爱吃挂面 连续你呢 那必须方便面呀 那原因就是香了 老不吃他还想的 关键真是方便 而且其实营养也丰富 那里头有菜包 有酱料包 还有那个调料包 我煮方便跟别人不一样 我喜欢那个煮的汤少一点的 这一包调料都得放进去 还是稍微的重一点口呢 它就比较这个香 那现在呢 咱们的选择可是二比二了 您觉得谁会往前进 谁会往后退呀 肯定我们呗 那应该是 我们两个应该是 这个挂面里也有盐呀 有点盐 咱们煮的时候 就可以少割点盐 甚至于可以说不放盐 好 那这回谁会前进 谁会后退呢 我们马上来公布正确答案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本栏目由 以领药业 莲花清文胶囊赞助播出 那这回谁会前进 谁会后退呢 我们马上来公布正确答案 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是 建议您吃煮挂面 没想到 换句话说 经常吃方便面 对于管控血压是不对的 问题在哪里呢 赵主任 刚才连续提到了 方便面 其实顾名思义 主要是方便 你方便面里面的菜和肉 有连老师放的两个鸡蛋 和两个西红柿多吗 但是你吃的这包方便面里面 多的是什么呢 其实是盐 它有非常鲜咸的味道 所以大家就会去想 我不知道阿姨 这和连续吃完方便面 那汤喝不喝呀 那可得喝呀 就好吃就在汤里头 对 都得要喝多 一点都不能浪费了 对对对 那您有没有注意过 方便面的那一包调料 它的含量含有盐有多少 有没有注意过 不知道 没算过 没多少 那咱今天可得好好给您算一算了 对 今天咱们算一算 到底是方便面 含盐多还是挂面 含盐多 我们刚才提到了 咱们国家的膳食指南 建议是一天摄入五克盐 那么五克盐里头呢 含有两克的钠 反过来就相当于一克钠 等于2.54克的盐 那大家可以回家呀 看一下自己方便面的那个 外包装底下有成分的一个表 看看它有面饼的含量 有调料包的含盐量 它一定会写上钠含量是多少 我在来之前 盯了一下我们家的方便面 总的含钠量在3.06克 我们乘以2.54 就相当于7.8克的盐 超了很多 如果是单纯一个调料包 是2.068克的钠 乘以1克钠等于2.54克的盐 约等于5.3克也就是一个调料包 就有超5克的盐 连续你别小看就那么一小包哦 已经超过了我们一天摄入盐的标准量了 对 没想到 还挺坑人的 咱还得再看看那面饼里 居然已含那么多盐 是的 是的 一个面饼居然有2.5克盐 是的 两块半姜豆腐啊 所以大家在以后买方便面的时候 留意一下它后面的这个成分表 看看它到底纳含量有多少 然后算一下 做完之后是什么心情啊 连续 我觉得我这么多年 我有点后悔了吃方便面 连方便面带酱豆腐 现在都给你们做 谢谢 最好你都收起来了 喝苦房 方阿姨想到了吗 真没想到 然后这方便面里还含有这么多盐啊 其实吃的时候真没觉得有那么咸 是的 就是香了 你看看现在连老师和我们人大爷 坐在那儿就洋洋得意了 那是不是咱们要吃这个煮挂面 以后那咱也可以经常吃吃呢 在挂面的整个制作过程中 也是需要添加盐的 它的添加盐的量是多少呢 100克的挂面大概有400到600毫克的盐 但是如果这个挂面的外包装明确标识了 进到挂面 有进到两个字的 这个时候它的盐添加的量就会更高 二两的进到挂面会有1.2克的盐 二两指的是干的挂面 还是煮完之后的挂面 干的 100克 没多少 其实二两挂面没多少 大概也就是这么一小柳 对 但是您提到即便是这么少的挂面 里面也有1.2克盐 对于男士来说 一顿饭要是吃到三两到四两的话 那光面本身咱们就吃进去 两克到三克的盐了 差不多 所以换句话说 这挂面咱也不能多吃 也不能常吃 煮挂面的时候 有的人喜欢加自己做的卤 可能要更咸一点 这样额饭就又加进去了 所以您的建议是什么呢 如果说就面条这件事来说 不如手擀面会更好 自己擀当然可能会占时间不方便 其实我们超市的冷冻柜里 是专门有卖手擀面的 一包一包的 如果说您早餐或者是中餐 就想吃这个面条 那不如买一点 几乎不加盐的手擀面 或者是含烟量非常低的手擀面 那在您做卤的时候 是不是也有一根咸绷着 就是我要少放盐少放酱油 茄子什么卤 鸡蛋西红柿卤 往往都会做一些放在那 然后特别的咸 就是咱们不管说是吃什么面 不管是放什么样的卤 我们还是要强调少摄入盐 那方便面怎么来调整 才能够更好的控制血压呢 方便面呢 能不能只放那个菜包和肉包 然后那个调料包少放一点 放半袋 然后水多放一点 然后把面吃了 汤就别喝了 我这么想想 要是搁半包调料呢 咸袋也够了 或者我就是搁一袋 我就把面吃了 汤我就不喝了也行 看来赵主任的教育是 立竿见影起笑了 大家都愿意改变 那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之后 大家的战绩如何呢 连老师回到了原点 那方阿姨呢 是倒退两格了 连续也倒退两格 任大爷呢 是回到了原点 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 有关于控压的二选一问题 大家做得对吗 这大夏天啊 外面哎呦特别热 回到家吃后了 您呢是愿意吃冰激凌 还是吃西瓜 请做出选择 请各位嘉宾量提板 任大爷和方阿姨 选择的是冰激凌 连老师和连续 选择的是西瓜 这两样都是夏天吃的 我是喜欢吃西瓜 尤其是早上起来 把西瓜呀 我都是切一半 搁在冰箱里冻着 中午回来以后 打开冰箱 吃这冰镇的西瓜 是特别的爽 我是冰激凌 吃了之后吧 立刻就凉下来了 我选择是西瓜呀 我一吃像您那个 还切什么 直接拿一勺 就挖着吃了 冰激凌我知道为什么 它对血压不好 因为冰激凌有盐 冰激凌怎么会盐 咱中国这个厨师里头 有句行话叫 要想甜得加点盐 他里头 我真见过做冰激凌的 里头得撒点盐 对 我还第一次听说 那方阿姨您动摇了吗 我不动摇 我是坚定的 都很坚定自己的选择 那我们来看一看 如果要想更好的控压 正确的选择是 谢谢大家要吃西瓜 其实刚才我们之前讲了 就是盐跟高血压的关系 十分密切 那么这道题实际上是想告诉大家 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 有很多的食物是藏颜的高手 藏颜 就是你觉得它可能根本就没有盐 但实际上它里面是有盐的 冰激凌就是其中之一 对吗 是的 其实从外面回来很热 不管是吃西瓜还是吃冰激凌 都是可以达到一个降温的作用 但是刚才连老儿讲了 其实从外面天热回来 还会出很多汗 那么西瓜又降温又补水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冰激凌对很多年轻人来说 包括上岁数人也喜欢吃 降温快 大家知道 在冰激凌的整个的制作构成当中 为了增加冰激凌的口感 和它更容易塑形 是要加盐的 那加盐量到底是多少 其实每一种不同制作方法的 冰激凌它是不一样的 但是就一块大概80克左右的冰棍来说 大概含有0.2克的盐 这一天得要吃好你这个 你得吃好你这个呢 那您现在后悔吗 后悔 真的 我说实在的 我没想到这冰激凌里还有盐 所以像冰激凌这样的食物 它有迷惑性 我们很多人不知道 什么样的食物当中 其实是含有这种隐情盐的 对 主持人说的隐形盐 我们也可以叫这些食物呢 是藏盐的高手 它口感是甜的 但是它在制作过程中要加盐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吃的很多零食啊 有当早餐吃的面包啊 蛋糕啊 饼干啊 化煤等等 这些里面都是含盐的 所以啊 一旦要是有高血压 咱们选择食物的时候得学会看 这食物里到底有没有超标的钠 对 那怎么来看呢 咱们也结合道具啊 请赵主任教教大家 今天呢 主要想教会大家啊 我们在购买这些日常的食品 包括零食的过程当中呢 要学会看这个成分表 成分表可能你看啊 这个还是青石小清脆饼干 青石里头含有显微素不高的能量 但是呢 你还要关注 它的最下面一行 钠的含量 这一小包饼干 钠含量是720毫克 1克钠等于2.54克盐 这上面写的是720毫克的钠 720毫克相当于0.72 乘以2.54 接近两克盐 这是一包我们看 还富含膳食纤维的小饼干 应该是饿了挺解饱的 但是你无形当中 又摄入了一部分盐 那像化酶就更不用说了 这个是2800毫克的钠 2.8再乘以一个2.54 这样一包化酶 一下子就超过了5克的盐 所以大家以后在购买各种食品的时候 留意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 关注一下钠含量 含有钠太多的 我们就少吃一点 少买一点 那为了管控血压 这些美食都放弃掉的话 好像身后也挺索然无味的 对 其实我们这说的呢 并不是说让大家这些都不吃了 就是第一点 大家要有一根咸 就是我要少吃咸的 这个氯化钠的摄入 要尽量地减少 用各种各样的方法 比如说天热回家了 那吃个冰的吸管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为了方便 我们是不是可以冰一点柠檬水 又解渴 还有VC 或者这个酸奶里面 加一点水果 给它冰在冰箱里头 现在超市里头也有卖各种 自己做冰激凌 做冰棍的模子 那你可以用一点更健康的 比如说矿泉水 里面加点自己做的柠檬汁 果汁进去 也是合适的 如果这些零食喜欢吃 非吃不可 那能不能减少一点量 比如说你一天能吃一包化煤 那你就减点一天吃个三颗 也解馋了 同时还能够更好地减少 盐的摄入帮我们控压 是 我们的主要目的 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的很多食品都含盐 不要以为就那两块酱豆腐是咸的 其他都有 它们都是藏颜的高手 如果说一不小心 这个也吃那个也吃 一天的量就很多了 好 希望大家能够做到 那我们来看看第三题过后 我们的成绩如何呢 我怎么 连老师前进一格 封阿姨退后三格了 连续是退后一格 任大爷也是退后了一格 大家要继续努力 好 我们一起来看有关于控制血压的 二选一问题 晚餐 您是习惯吃丰盛的晚餐 还是简单的晚餐 请做选择 请各位嘉宾量提板 三位选择的都是丰盛的晚餐 只有连老师选择的是简单的晚餐 那连老师说说您的理由吧 我是喜欢简单的晚餐 我一般晚餐吃的都比较少 夜宵我也不吃 咱们不是常说老百姓有这么几句话吗 叫早上吃好 中午吃饱 晚上吃少 有利于身体健康 我晚上是丰富的 为什么呢 主要孩子和我们在一起住 然后你说孩子上了一天班 然后你说给他简简单单做 我总觉得心里过意不去 我得要有鱼有肉 连续和忍耐的选择和方阿姨是一样的 好 那谁会前进一格 谁又会倒退呢 我们来看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是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本栏目由吉林敖冬 安神补脑叶独家冠名播出 那谁会前进一格 谁又会倒退呢 我们来看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是 您啊 为了控制血压 最好要吃简单的晚餐 所以呢 我们三位嘉宾都错了 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吃丰盛的晚餐呢 这对于控制血压会有什么影响呢 刚才其实连老师说了一句话 是非常的正确 就是早餐要吃好 中餐要吃饱 晚餐要吃少 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如果我晚餐吃得非常丰盛的话 带来的问题是什么 其实是因为晚餐以后 尤其是你吃完了 大概已经八点多钟了吧 像发阿姨家里孩子都回来 你可能没有再多的工作去做 也不可能有非常强的体育锻炼去干 没有那么多事去做 那一顿丰盛的晚餐 很有可能消化不下去 热量也消耗不了 你就带着它睡觉了 那么久而久之带来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会超重 体重会超标 在这儿呢 主要是想跟大家来强调 超重是高血压的危险因素之一 晚餐吃得太丰盛 就容易涨标 对 那如果体重超标了 或者是您身体当中脂肪堆积过多了 对于我们控制血压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结合道具请赵主任来介绍 首先呢 超重 它是会使心脏负担增加 它得拼命地收缩 做工 才能够帮助你完成肌肉的需要 对吧 那么心脏在拼命做工 首先这个就是会增加血压 因为它的收缩力要加强 大家看 我用这个气球来模拟血管 这是我们的心脏 它在用力拼命收缩的时候 在远端这个张力是非常大的 那么这个张力就是我们的血压 黄色呢 我是想跟大家说 我们有很多人或多或少的 会有动脉状硬化斑块 在我们血管里 如果拼命地收缩 管腔内再有斑块 很有可能 这个时候就要出心脑血管事件了 心梗 脑梗 是的 很有可能 心脏负担增加 第一点 它就会增加心肌的收缩力 让我们的血压升高 第二个原因呢 是超重以后 会增加交感神经的活性 让我们的血压增高 心率增快 我们长期的超重 也是会导致我们的血压增高 所以咱们从外观上 大致能够做出一个判断 方阿姨也是负行肥胖 脂肪堆积多了 连续就更不用说了 一直没有减重成功 所以久而久之 我们的血压 也很难得到一个有效的控制 对对 那您建议大家 怎么来改善一下自己的晚餐 帮助我们更好的控制血压呢 实际上从我们中国的膳食指南 给我们的建议 早中晚餐的配比呢 是3比4比3 就是如果一天摄入量 算作10的话 是按这个比例来 刚才连老师说的非常对 我晚餐呢清淡一些 其实大家需要注意的 就是晚餐 第一个摄入的总量要少 第二个摄入高热量的东西要少 比如说方阿姨 您每次要是给儿女做红烧鱼的话 您能不能改成清蒸鱼 好注意 这样油也少一些 糖啊盐啊都能少一些 对吧 红烧羊肉 您能不能给它清炖羊肉汤 就是从各种可能减少热量的摄入 这样可能它晚上就算多吃一点 它热量摄入的不太多的话 可能对体重的影响也不太大 或者以前炒四个菜 咱们减少一点炒三个菜 光盘行动 这样更环保 对 如果是炒菜的话 你总归要放油 能不能做凉拌菜 放一点橄榄油 怎么样 方阿姨 您愿意接受吗 可以吧 为了健康吗 连续能改吗 我能改 原来我们家三口人算孩子 两婚两素 每天晚上都 我听完那个建议 我觉得我们家可以改成一婚一素 而且以清蒸 凉拌为主 我觉得挺好 你做饭也省事了 是不是 对 早餐和午餐可以丰富一些 晚餐 尽量简单 对 那我们来看看这一轮过后 大家的成绩如何 林老师前进两格 福利一下很棒 可是方阿姨倒退了四格 连续和任大爷 都是分别倒退了两格 好 我们一起来看 有关于控制血压的 二选一问题 这个问题有关于饮酒 平常是每天喝点小酒 还是平常不喝 第一次喝顿大酒 请做出选择 来 请量题板 好 现在是二对二 任大爷和方阿姨选择的是 每天喝点小酒 林老师和连续选择的是 第一次喝顿大酒 那林老师说说您的理由吧 我平常不像一般人天天喝酒 我就是一般的你像我们演出结束了以后 大伙聚会一下 偶尔的喝 就喝大一回 我是每天都喝 喝点小酒不喝大酒 也就是喝二两左右 那谁的选择是正确的呢 请看答案 每天喝点小酒 换句话说 您要是偶尔喝酒 喝那么一丝大的 是不利于控制血压的 林老师 那其实呢 对于酒精和高血压的研究 几十年来 国际上是有明确的定论的 长期的饮酒一定会导致血压的增高 甚至是已经确诊的高血压患者不好控制 所以就饮酒来说 如果能不喝 最好不喝 但是你已经养成了饮酒的习惯的话 能少就尽量地少 喝大酒的时候 聚会的时候 尽量控制总量 大酒和小酒都是有量 我想跟大家说一个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患者 在急性心梗 我们都要做急诊的介入手术 有一天发现这个患者 怎么来了一群的家属啊 特别多 十几个小二十个 当时就问了 我说这都是家属吗 不是 同学聚会 喝了顿大酒 把一个同学喝出心梗了 然后同学们一起给送到了急诊室 为什么喝大酒容易这样 我们知道酒精刚摄入的时候 这个时候酒精仅仅是扩血管的作用 会使血压轻度地下降 大酒在喝完几个小时以后 过度的酒精受入会刺激交感神经 使它的兴奋性瞬间增强 血压增高 心率增快 血管收缩 那血管收缩会有什么结果 大家一想就明白了 血压增高 再增高的过度的话就梗了 所以大酒也要掌握一定的量 那好了 刚才发言医跟仁大爷都说了 我就平时喝点小酒 那我告诉你 不管是国际上的研究 还是我们中国高血压的防治指南 提到了一个每日饮酒量不超过25克的这么一个建议 25克指的是酒精含量 那么对应我们喝的酒的品种 实际上是给大家有一个明确的限定 我们也拿上相关的道具 帮助大家来做一个量化指南 在这儿给大家演示了我们日常常喝的几种酒 高度的白酒 红酒和啤酒 那我告诉大家25克是多少的量 大家看这个杯子没有 白酒每日50毫升 也就是一两的量 每天我不知道仁大爷每天喝点小酒能喝多少 喝两杯小杯的 那就超了 超了 25克 就是这样一小杯 每天这样一小杯才算小酌 如果是喜欢喝红酒的人 那么红酒是200毫升 大概就是这样一杯 还有喜欢喝啤酒的 尤其是夏天 连老师喜欢喝吧 冰镇啤酒凉快 建议每天啤酒不超过300毫升 这一拉罐500毫升 有那种小听的是330毫升的 对 也就是你每天要喝啤酒的话 就这样一杯300毫升 如果每日酒精的摄入量超过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量 那么高血压发病的风险会增加40% 好高啊 那我们看看这道题过后大家的成绩 连老师前进一格 方阿姨是倒退三格 连续倒退三格 人大也是倒退一格 方阿姨你满意吗 不满意 怎么一看我最低了 所以您觉得问题在哪里呢 这个一个摄取原量太大 这个每项都有我的 少不了我 好像每个问题都有我 盐我吃得多 然后晚上吃得多 然后还有这个酒我也喝了 所以这些都是看似不起眼 但是都是对血压有极其不好的影响 那希望通过今天这期节目呢 您能够很好的吸收赵主任给我们介绍的 相关于控压的常识 那希望在生活当中呢 您能够更好地控制您的血压 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还将继续请到赵主任 结合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见的现象呢 来为您普及一下 怎么样能够帮您更好的控压 期待您的关注 非常感谢赵主任今天的介绍 也感谢我们四位嘉宾的分享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